這個就是台雲外匯的資料存存以Sale 那我會希望用的是Pandas 那首先的話當然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把資料抓下來了 那我希望抓下來之後變以Sale 所以你們其實回去的話 也可以再找其他案例 反正就是抓資料存以Sale 抓資料存以Sale 就這兩個 那這兩個可能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困難 但實際上最好是把它拆開來做 那所以呢怎麼做呢 第一個 我們其實可以先把那個CSV這個拿掉 轉CSV的 這個CSV剛剛的部分我把它先拿掉 S的部分好了 所以先把這些先拿掉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的話我來看一下 不過分析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拿那個已經輸出好的這個檔案來看 這個檔案來看 那你會發現喔 我們基本上會需要三個東西 那分別就是這個 跟這個 還有中間這一塊 分別來看 那你可以拿剛剛的那個程式當範本 那我們剛剛的程式喔 基本上呢 會是在第三個類別的題目裡面 這邊我好像有 剛剛跟各位講 這邊有一個類似的範例 在27頁這裡 那基本上會需要 import一個pandas 然後總共會需要三個參數 data index column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data frame 最後的話呢 把它print出來 然後也許再把它to itself 可以拿這個來當範本好了 所以我放在這裡 就要給各位範本按Ctrl-C好了 然後我就直接把它貼到這個程式底下 OK 那貼上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來變化一下 比如說呢 我當然呢 你會貼上之後 我們先一個一個來看 import一個pandas spd 這個不用改 因為反正就是這個pandas的這個模組 第二個的話data 可是data我現在沒有 data在哪裡呢 其實data就在這裡面 這一個部分 所以呢 data部分的話 我可以在for回圈上方 增加一個什麼data 那我先給它一個空的 所以喔 空的什麼 空字串是兩個雙頁號嗎 空的一個串例就是一個 這個中國阿弧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的話index它也是一個空的 所以我就把這個搬到這裡好了 然後也是一個空的 所以喔 index也是要空的 那因為index實際上在哪裡 實際上就是 剛剛各位看到的這邊這個 畢別的部分 將來這個畢別不要 因為我剛剛講過A1的部分沒有東西 所以喔 其實基本上 把畢別這些東西 丟到index裡面去就可以 然後呢 把買入賣出 然後有沒有 集齊的跟現金的中間這一塊 丟到data裡面去 ok 然後前面這個部分的話 這邊 這幾個就是column 所以喔 我們其實可以 上面 for回圈上面先增加兩個空的串列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column 所以這兩個其實就可以把它delete掉 所以把它搬到上面去 就把它delete掉 然後column 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欄位名稱 所以我可以直接拿什麼 拿這個print這邊來 有沒有 這個print這邊有沒有 就是現金沒有畢別啦 現金買入 一直到極其賣出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 記得喔 前後的話再幫它加單以後或雙以後 所以這邊的話記得喔 這個是第一個資料 這個是第二個資料 這個是第三個資料 你不能直接 直接加一個頭尾喔 不行喔 一定要是中間每一個都要加喔 好 那column比較簡單 上面兩個名稱 有了 接下來的話呢 index怎麼加 其實喔 先來再來解決哪一個比較簡單呢 其實解決index好像比較簡單 為什麼 因為index實際上放的是匹別 所以呢 index怎麼樣 因為目前是空的串列 那要怎麼樣把資料放進去呢 我們在初階班有講到append append就是把資料放到串列裡面去 那放什麼資料呢 其實就是放那個匹別 那匹別實際上放哪裡 就是dataname裡面的喔 有沒有 所以把這一串有沒有 點test到點strip 這一個東西呢 放到index裡面去 這樣就ok了 因為呢這裡面放的呢 就是匹別 ok 那再來data 好 第一個完成了 第二個的話呢 再放data 那data本身呢 是必須什麼 在一個串列 它串列裡面要放串列喔 所以這裡面要放個串列 那那個串列基本上我們可以這樣 打一個中瓜糊 你會發現喔 它本身是一個串列 所以我在這裡面再放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裡面的話 基本上喔 就是放四個資料 四個資料 就是集齊賣出買入有沒有 應該是先現金再集齊 各兩個 ok 所以這兩個資料在哪裡呢 基本上就在這裡 這個 那特別注意喔 我們上面的print本身是串接 可是如果你要丟到這個串列裡面的話 記得要把它改成data 也就是說我第一個資料放什麼 我第一個資料放這個 所以你把這個資料放過來 那因為它有四個資料嘛 所以第二個資料其實按豆點 第一個資料就放 第二個資料是放這個 data1的下一個資料 我放這個 第三個資料在豆點 放什麼 data2裡面的資料 加一個striker 因為它好像有空白很多 把它複製過來 然後呢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就是什麼 這個data2裡面的 加1的這個 把這個什麼 你可以ctrlc 然後把它怎樣 加到中瓜5裡面的豆點 的後面 所以總共會有四個資料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是什麼 會把這個中瓜5裡面 本來就是一個中瓜5 就是一個串列 然後放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第四個資料 再放到data裡面的串列 這樣會變成二維串列 這個應該是 這一體裡面 最難的地方 所以喔 特別是喔 我剛剛其實是 幾個步驟 我大概回顧一下 一把剛剛的程式貼過來 二的話呢 把data跟index先搬到 for回圈上面 產生一個空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呢 我先解決column column的話 因為是 也是要一個串列 所以有四個 總共五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 理論上刪掉 然後再放什麼 index 放開個匯別 然後呢 data部分的話呢 是在串列裡面 再加串列 所以其實就是中瓜5 然後呢 就放第一個資料 豆點 第二個資料 豆點 第三個資料 豆點 所以總共會有四個資料 好 理論上應該是OK的 那就完成了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我們再改 改什麼地方 我看一下 最後先不要急著把它 輸出吧 如果print OK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沒問題 然後我把它改一下 先改成range 這個改成 我先不急著把它print 因為我想要一次做對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這很容易卡住 所以我建議 如果假設你可以跑到這裡 那恭喜你 表示你應該已經滿清楚的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時候看一下 我們的df有沒有出現 df好像OK了 這個A1這邊空白了 沒錯 也就是說這邊是column 所以它把column 這個column 這個放到這裡 這個是index 然後這裡面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的data 也就是說 在串列裡面 再加上串列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OK的話 最後的話 可以怎麼樣 把它改成什麼 to 這個csv 或者 成excel 改excel excel 然後名稱的話 記得把負檔名改成 xlsx 這樣應該都OK了 好 最後 執行看看 理論上沒有問題的話 沒錯誤 那表現應該OK 看一下 在我們根部裡面 有個range 點xlsx 關鍵時刻 打開看看 有了 OK 看一下 我把寬度稍微調一下 OK 好 那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用pandas 幫我們輸出的一色檔 沒問題 如果你假設做得出來 那恭喜你 你已經踏出了pandas的第一步了 其實pandas 最麻煩的 就在這裡 data frame OK 所以喔 如果假設 你希望多多練習 回去請你把前面 只要有從網路上抓下來 轉換成csv的 通通都可以把它變成 轉成excel 所以前面好像滿多範例是存成csv的 那也通通可以思考一下 如何再把它轉成excel OK 中間的話當然需要先把它存成data frame 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應該看起來好像 想說應該是會滿多的問題的 結果 如果照著標準化流程來做 似乎問題不大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最後就是把這個地方 改成to itself 就完成了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